來,各位,我們開始參加 來,我們先把商議員談到中間,簡單呼吸一下 好,那我們這個商議員有談到民工的問題 面臨Proven 那在這裡的話,就是這個民工就是 靈帶有不可以通的地方 一是帶有不可以通的地方 那可以通的這個路的方向,有八個方向 上下左右,還有斜邊的四個方向,有八個方向 我們的目標就是從這個路口這個地方 我們找到一條路,把它通通到我們的這個路口的地方 好,那我們這個走民工的方式 就是,這個是我們殺的方向的行為 那走民工的方式的話,基本上 我們就是航空錯誤的方式 那,譬如說從這個 這個第一的位置到到下一個位置 那我們就把這個一的那個位置 他目前的資訊把它記下來 他是11,然後走到了這個 東南方 然後到了這個這邊之後呢 下一次我們要往下一個位置去走的時候 我們把這邊的資訊把它記下來 那這是22,然後要走到東北方 再下來,在這邊,我們整個位置往下走的話 再把這個位置記下來 他就是13的位置 然後往東走 好,以此列推 所以我們在這個Stake上面登記了 就是我們目前 已經走過了路 以及他的這個方向 那將來如果說路不通的時候 我們就退回來 我們退回來 那退回來就是根據Stake上面的東西 我們就把它拿掉一個 代表我們往後退了 好,所以這個是我們走民眾的方式 基本上就是嘗試所有可能的路徑 那這個我們特別注意到 這個就是我們的騎士 在騎盤上,西洋棋的騎盤上面 走得不太一樣的地方 就是這個路如果走下去之後都不通 基本上往後 下一次再從別的方向進來 那個還是不會通的 但是我們的這個騎士 走騎盤 這個概念不太一樣 所以從另外別的方向過來 騎士手機板可能會通 這個方向是不太一樣的 好,再下來是我們談到這個 Increase, Post-Vis, Previous, Previous 我們今天剛剛有考試 那In的話就是把你的 印算的符號放在中間 Post-Vis就是把印算符號放在最後面 Previous就是把印算符號放在一定的位置 好,那這個剛剛 剛剛口頭的就是這個 Increase-Tree 然後我們對應的這個 Invent, Previous,還有 Post-Vis 還有 Post-Vis 好,再下來是 我們怎麼樣去 這個給你一個 Post-Vis 我們怎麼樣去把你的這個資料 答案把它算出來 那譬如說這邊是一個 Post-Vis 那我們怎麼把這個答案把它算出來 那我們直接講我們的結論 就遇到Operate 遇到印算的資料 我們就直接把它放到State 若是遇到Operate 印算的符號 我們就把State最上面的兩個 拿出來進行印算 那印算完畢之後呢 再把這印算的結構放到State 這個是我們利用State 來進行 Post-Vis 的印算 那要記得 這個地方就是 什麼東西放到State 是我們的Operate 放到State 就是Operate 放到State 好 再後來就是 三次我們也談到 這個 我們怎麼去 verify 就是怎麼去驗證 一個 Post-Vis 到底是不是合法的 那 這個方法一 就是按照剛剛的State的方式 進行模擬 方法一 比較簡單 非State無關 我們利用這個counter 那counter的話 如果你看到的數字 或者是印算的資料 我們就把它加1 如果是Operate 我們就把它減掉1 那你的條件是什麼條件 這個 剛剛的初子是設為0 然後中間的過程 不得小為1 最後結果要為1 那如果這個 這個題目考試出來的話 那我想這個 初子這個當然是 Keypoint 過程不得小為1 這也是Keypoint 最後結果是什麼 也是Keypoint 這個是缺一不可的 好 那這個是Post-Vis 這個Uspation的 這個 屏幕的Pseudocode 好 再下來是 我們怎麼樣 從一個Invest 到把它變成Post-Vis 那如果我們 不是用人工的方式來進行 而是用電的方式來進行的話 那我們在這邊 我們也就講結論 第一個 遇到Operate 我們把它Output 所以這個Conversion 這個轉換的時候 我們是要把這個Operate 把它放到Stake 這個Operate 是直接Output的 這個Operate 就把它放到Stake 那這個Operate 我們怎麼放到Stake 我們的規則是這樣的 如果你的Operate 優先順序比較高 你就直接放到Stake 優先順序比目前的Stake 上面最高的能力還高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到Stake 那否則的話 就把比較高的先打出來 先Output 然後再將 最後再將目前的這個 放到Stake 所以這個結論就是 你的這個Operate Operate 是要放到Stake 好 接下來是 有關於這個 括號的處理 那括號的處理就是 左括號 直接放到Stake 右括號 右括號就是 看到右括號之後 就找到 往Stake 往Stake的下方 找到一個 跟它對應的 這個左括號 那這個 左右括號對應之後 之間的這個Operate 全部Output 那最後如果這個 即將結束之前 Stake還有Operate 就把它取出到Output 這個是 這是 Compression的Sickle code 好 那這個Sickle code裡面 這個Sickle 有說 它怎麼去看這個 左括號 左括號還有 右括號的一個 有點順序 就怎麼看 這邊就這樣 好 我們來看看最後 我們的這個Stake的一個應用 那現在我們在寫這個C的Program 那各位現在也在寫這個C的Recursive Program 那我們為什麼這個 一個歧視的問題 要分享這段來 來讓各位來練習 那我們就是要能夠 希望各位能夠理解 這個Program 我們在寫Program的時候 跟Stake的關係 我們Recursive步驟 你在寫Program的時候 你就沒有用到Stake了 可是第一個版本 你要去這個 其實要前進破退 那前進的時候呢 前進的時候 你要把東西 相對的東西把它放到Stake 破退的時候 從Stake把它拿出來 所以你前進再到握手制 前進等於我們在Recursive 在往前呼叫一步一樣 往前再進行一步 往前進行一步 就有點像我們Recursive 往前做一步一樣 那往前做一步咧 我們要把 當時的東西把它放到Stake 所以Stake 各種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 CPro在執行的時候 是息息相關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個C的Confire C的Confire它怎麼幫你 完成你的Program的呼叫 那這個 完成Program的呼叫裡面 最重要的就是 你的記憶體的配置要怎麼做 所以這個是記憶體配置 location配置 那Dynamic就是動態 所以我們的記憶體配置 動態配置 記憶體 Storage就是存體 存體 那當然在這裡就是記憶體的意思 好 這個動態配置怎麼配置呢 就是有關於 LocalMail 局部的變數 變數名稱 還有Program的參數 都是什麼時候才配置起來的 都是當這個方形被呼叫的時候 它才被配置出來 平常這些空間是不存在的 再過來 這個整個這個配置的方式 這個呼叫的配置方式 全部靠Stake 好 那我們現在馬上就看一個比較實際的範例 來看這個大概怎麼應算 假設我們現在有這麼一個Program 那這個Program 這個非常單純 因為我們這個只是來表示說 這個Stake跟我們方形呼叫之間的關係 好 那我們現在這個Program 稍微把它複習 再把它Review一下 我們看Program 從最下面開始看 因為這個是 我們看一下 這個最下面這裡 F3 它執行到某一個階段的時候 它會呼叫這個F2 F2就是這個方形 好 那這個F2呢 執行到某一個階段的時候 它再呼叫這個F1 F1在上面 好 那現在我們就來看看說 那我們對應的Stake 系統裡面啊 就是講系統啊 這不是你自己做的啊 這Convite要做的啊 那系統裡面它追的Stake 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我們現在正在這個 假設我們現在正在執行這個F3 那所以在執行F3的時候 對於F3的狀態 它有一個Stake保留的部分 保留在這邊 所以這一部分的話是正在執行的部分 就是F3 好 那我們現在最關心的就是 那它怎麼從這個F3跳到F2 到這邊的話 我們就要去呼叫F2 所以我們就從這裡 執行的時候從這裡 我們要跳到這邊來執行 那這個F2執行完畢之後呢 還要再跳回來 所以跳過去之後還要跳回來 那我們現在看看 我們怎麼跳過去 要跳過去這一塊行這一塊 就是保留給F2的一些資訊 好 那首先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我們這個跳過去之後 執行完畢了 還要這個整個方形執行完畢之後 還要Return Return要跳回來 Return要跳回來 要回到這邊來 整個Profit 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地方都放在記憶體裡面 所以每一個地方 在記憶體裡面都是一個Address 所以將來要回來的位置 這個是將來要回來的位置 這個是將來要回來的位置 這個是跳過去 將來要回來的位置 要回來的位置 要Return Address 所以這個Return Address什麼是 將來從F2要回到F3 這個執行完畢之後呢 要回到F3 也就是F2被呼叫的地方 被呼叫點 將來要回來的地方 這個Return Address 這個Return Address 我們把它記下來 所以你這個 在那裡可以拿一條線 就是這個Return Address 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這裡 將來要回到這裡來 指的是這裡 好 那我們就把它記到我們的 這個 記到我們的State上面 再下來 這個F2裡面有 我們現在我們有傳一個參數 2.4傳到這個S 7.5傳到這個T 那所以這個S跟T 它就是我們的所謂的參數 Pyramid參數 我們這裡 講的Pyramid參數 就是我們在呼叫之後 傳遞的這個東西叫參數 Pyramid 好 所以我們就要有 位置 來存到這個S跟T 那這個位置在什麼地方 也在State上面 所以我們就保留一個空間 看這個Float 如果有4個byte 8個byte 你就保留一個空間 給這個S來使用 保留一個空間 給T來使用 這是Pyramid參 然後接下來 我們在F2在執行的時候 這個F2 你的選空間 裡面有所謂的 Nocumum 有你的局部的變數名稱 就是這個A跟V 是在F2裡面使用的 F2也會用的 所以這個F2裡面 你進到這裡面在執行的時候 這個A跟V的位置 才配得出來 在海底執行當地執行的時候 這個A跟V是不存在的 在執行的時候 A跟V的位置才會跑出來 所以他也是在跑 在State上面 生成空間也給他們去使用 那對我們State的操作 各位可以稍微想像一下 對State的操作 大概是怎麼回事呢 ReturnPortress 那這邊一定 你要不知道之前啊 你就知道這裡 他的位置在哪裡了 那現在呢 我們Push 就把ReturnPush到State 現在這個S呢 這個是有直達 那這個S的內容 2.4 就把2.4Push進來 然後7.5 然後Push進來 然後代表是A 這個A 雖然我們宣告 就沒有這個初始值 那你總是宣告之後 它總是一個值啊 不管你有沒有給它初始 它總是要一個值啊 那沒有初始的話 也許我們的電腦 就設定為 Num 所以就把A的內容 就把它Push進來 B的內容把它Push進來 那當然他會記得 這個S放在哪裡 A放在哪裡 會記得 好 那我們就這樣去執行 將來我們在執行的過程當中 我們可能還需要 暫時的空間 那什麼叫暫時的空間呢 譬如說 這個我們在執行過程當中 我們可能需要的 這個S加7 然後乘以2 打到D好了 我們需要這個空間 那展示這個空間 我們將來把它放到 另外一個名稱號 叫做 叫做P好了 這個各位都知道 我們在執行的時候 S在這邊也有了 C在這邊也有了 但是咧 我們執行完畢 之前啊 C乘以2要先執行 我們前面才講過的 C乘以2要先執行 那執行完畢之後 他要放哪裡 執行完畢之後 沒有一個變數 來放C乘以2的內容 執行完畢要放哪裡 這是CAP 也是暫時放在STAC 所以STAC根本也是萬用啊 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就衝 就東西把它放在STAC 好 所以這個Temperate Temperate 這些暫時的空間是什麼 就是你在執行過程當中 我們可能需要一些暫時的空間 他也是放在STAC 那只不過咧 對於我們這個 要吐了一條 這些東西 就是比較固定的 他一開始要執行的時候 這些東西它已經存在了 這個Temperate 這個東西呢 會伸縮的 你現在這個Temper 這個 將來你這個式子執行完畢之後 這個執行完畢之後 這個Temper的效用就不用了 不需要了 那不需要的話 這個Temper就翻回去了 所以這個Temperate 這個東西啊 這張是會長高 也會變奶 這邊會伸縮的 這個fenp 我們就是 實際上有一點 就這麼有一次 這個Temperate 實際上 那調到F1 他也要把Returnal這個法寄下來 這邊的Returnal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對應是這個位置 然後在F1 你有需要什麼 有需要這個X 有需要這個I 有需要這個J 所以就往上上 接下來我們這個F1 執行完畢之後 他要return到這個地方 他要return到這個地方的話 就把這個F1 所locate的 所配置的這些記憶體中間 全部把它pop出來 這些東西不要了 然後這個把它pop出來 那我就知道 你的returnal率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呢 將來我們就可以回到這邊來 這邊就執行完畢了 執行完畢呢 到這邊 我將來要return回來 一樣 這個全部都pop掉了 把這個returnal率把它pop出來 我就知道我要回到這邊來 所以 所以 我們的 方許在呼叫 每一次呼叫一次 每呼叫一次 我們就會在stake 長高一層 這一層有多高還不一定 長高一層 這一層呢 是為了這個returnal率 如果你是鋁科型 我們這邊不是鋁科型嗎 如果你是鋁科型 假設齁 你在這個地方齁 在這個地方我在呼叫一次M2 是鋁科型的 假設我這個在呼叫一次M2 再呼叫一次 這個地方呢 這個地方呢 就會再長高一次M2 再長高一次喔 如果再呼叫一次M2 這個地方就會再長高一次M2 現在F2的stake 跟第二次F2的stake 有沒有一樣 都是同一個stake 但是不同的位置 所以 第一次的這個F2跟第二次F2 是不一樣的 你可以把它想成說 我們這個編制大樓 編制大樓 一樓我們在這邊是5012 我們這邊是5012 這個四樓也有4012 都叫012 六樓也有012 但是有人住在四樓 有人住在五樓 有人住在六樓 這個你都在跟住好 那我們常常會搞分掉 就是我們在每科型呼叫的時候 這個A跟B的這個變數 會不會被弄換掉 A跟B的變數會不會被弄換掉 那我們告訴各位 不會被弄換掉 為什麼 因為 剛剛開始的時候 是住在一樓的A跟B 後來在每科型呼叫 再呼叫一次 再長高一次 這裡面呢 也會有 這裡面一樣喔 也會有stake 都有啊 這邊 這邊是個 這邊是給F2的 所以這邊也一樣喔 會有s 還有b 還有a 還有b 這個都會有的喔 那 這個呢 A跟B 跟這裡的A跟B 不一樣喔 他們住在不同的樓層 所以不會搞分掉喔 不會說那我這個 A、B用完了 把它換掉了 這個內容把它換掉 那等一下你跟回去之後呢 不會弄換 不會的 你這邊的A跟B 怎麼改 跟這兩個是無關的 不會弄換掉 只不過你感覺上 他們的名字好像都像A跟B 但是他們是在不同的樓層 好 所以呢我們旅科型的運作 也是靠個stake來運作的 那 不管你是旅科型還是沒有旅科型 都是靠stake 那尤其旅科型的 它為什麼不會弄錯 因為它這個東西是 在Stake的不同位置 所以不會弄錯 所以不會弄錯 好 那我們看看這個最下面的 這個 簡單的說明喔 那是不是所有的 Programming Language 程式語言喔 是不是所有的程式語言 都可以允許旅科型 答案是NO 答案是NO 我們現在寫這個C的Proven 覺得這個Recursive 就非常的 就非常的單純喔 非常的單純 但是咧 並不是所有的程式語言 都可以Recursive 答案是NO 那這個可能很多人 已經沒聽過這個程式語言 Hall Tune 有聽過警局手 我說沒有很多人聽到 大家有肯定的 有聽過警局手 不是要你寫破管啊 有聽過警局手 沒聽過警局手 好沒聽過 這是上一秒鐘的事情 下一秒鐘你現在已經聽到了 叫做Hall Tune 這裡叫做Hall Tune 這個Hall Tune 等於是 我們這個電腦程式語言 寫Proven的程式語言 你們的第一代 第一代 第一代 就是寫最年代的程式語言 第一代 這個叫Hall Tune 像在各位的這個 這個楊老師在這裡喔 那三十幾年前 我們在當學中的時候 我們寫的Proven 就是Hall Tune的Hall Tune 就這種Hall Tune Hall Tune 是第一代 那另外呢 還有Cobo 有聽過警局手 那Cobo呢 也差不多是第一代 但是呢 這個Cobo呢 是給商用軟 這是商用軟體 選一下喔 商用軟體 所以將來你還要去工作 還要請Cobo 那為什麼呢 這個商用軟體喔 就比這個Hall Tune 它的穩定性要更高 這個Cobo現在目前喔 在很多銀行 還在使用 三四十年前寫的銀行系統 現在還在使用 他們寫的 只是用Cobo這個語言寫出來 在銀行裡面喔 商用語言喔 在銀行裡面 還在用Cobo 其實Hall Tune 現在喔 現在還有出Hall Tune的程式庫 現在還在用喔 運動中間已經不見了 還在用喔 在科學計算上面的話 這個Hall Tune還在用喔 好 但是呢 因為畢竟這個語言 是比較早成發展 所以這些語言 是不允許軟科學的 不可以有軟科學 然後軟科學就錯了 那這個像C語言 或者是 更比較早一點的Pascare語言 那這個有點類似 那這些語言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軟科學 我們後來發展的語言 大體上都可以軟科學 那像這個 各位所知道的 我們現在是 現在上課是C++ 那另外跟C++ 他打得很像的 叫GiaWa 這個有點像這個 完生兄弟喔 其實GiaWa 你會C++ 基本上GiaWa應該就會了 因為基本上太小了 有時候看不出來 這個到底是GiaWa還是Gia這樣 那 這個基本上大概都可以軟科學 好那所以呢 以上我們剛剛所談的這些東西啊 就是針對C的Compire 他怎麼樣利用State 來維護他的這個 Fund的步驟 好我們在這邊就先下課休息 我以為它會覺得很多 谢谢大家